不过现在正值尾牙的旺季 但疫情明显升温了 民众想问这尾牙到底还适不适合来举办 有医师认为了 现在开始北北基逃要暂停尾牙是保险的做法 那么也有其他的医师建议 如果真的要办尾牙的话 要限制民众得打满了两期疫苗才能够参加 更推行大家 没有用餐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 也不要逐桌敬酒 这期间要是有不熟悉的人靠近 更要把口罩给戴紧紧 那么指挥官陈时中则表示了 不会下令停办尾牙 因为社区的风险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现在正值尾牙旺季 加上银行行员疑似又因为公司尾牙聚餐 爆发群聚事件 有民众想问现在尾牙到底还适不适合举办 要参加这个聚会 一定要出示你有打过两剂疫苗才可以来参加 开始考虑先把隔板作为家里隔离 那另外就是在室内的人流的部分上 可能要是要以控管 不管他是在你旁边或者是在从后面过来 要跟你讲话 那你只要没有在用餐的时候 最重要的把口罩戴起来 目前还不会说夏令不要到那个半尾牙了 社区的风险还没有提升到这样子 警官指挥中心没禁止但也有一时认为欧盟狂病毒很黏人 从现在开始北北基陶暂停尾牙是保险作法 还说至今没有任何内容娱乐场所和群聚限制的升级 是相当有自信的作法 对于疫情连环报尤其银行行员群聚的传播链在扩大 有干案科专家认为相关接触者尽管目前检验阴性 但要考虑病毒有潜伏期 最好三天后再验一次 至少再观察两周才能安心 专家也建议民众如果真的要参加尾牙 没吃饭时口罩一定得带牢 才能降低风险 记者总的